哥哥高帅出众,弟弟又矮又跑,这些同父同母星二代,颜值一年难尽。 身处娱乐圈的明星,不仅自己处处受到关注,甚至他们的子女也会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。 要是颜值高到还好,但颜值普通的星二代免不了会被网友群潮一番,有些星二代甚至是同一个爹妈生的,颜值却千差万别,让人一年难尽。 大家都知道曾宝怡是曾志伟的女儿,对她的两个儿子可能没有那么熟悉。 曾志伟的大儿子叫曾国祥,就是那个拍《七月与安生》的导演。 他凭借《七月与安生》这部电影获得了很多电影奖项的提名甚至得奖,总之是个有为青年。 被称为拉长板曾志伟的曾国祥,不仅有才,连神高长相也完全避开了曾志伟的缺点。 小巴觉得他颜值比曾志伟高太多了好吗?而他的弟弟曾国祥,就没有那么幸运了,不仅和爸爸曾志伟长得像,又矮又胖,也不像哥哥那样有才华,闯出自己的一番事业。 曾国有肥头大耳的形象还被他的老婆郭克惠吐槽过,郭克惠也不是个普通小角色,他不仅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大骂佛郭独裁,还骂曾国有难看。 这操作,果然是官方吐槽最为致命啊。曾国有还被曝出过半音乐会欠钱的新闻,总之比起大儿子,曾志伟的小儿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啊。 像华强和向太陈兰也有两个儿子,两人的名字也特别有意思,一个叫向左,一个叫向右。 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们的大儿子向左。 有段时间向华强和向太拥尽一切资源想要碰红向左,可惜电影也拍了,真年秀也上了,向左还是没有红起来。 但说实话向左的外形条件也不差,尤其是身材,还是很有看点的,和小时候胖胖的样子比起来简直是密集。 但向右就没那么理智了,不仅从小胖子长成了大胖子,为人还很嚣张蛮横。 向右曾经和一名敌事司机发生争执,期间向右威胁敌事司机称自己是想华强的儿子,最后向右因为涉嫌殴打击恐吓而被判处了六个月,这简直就是港版我爸是李刚马。 小八只想说,不做死就不会死。 陈凯歌和陈红所生的两个儿子颜值也相去甚远,他们的小儿子陈飞宇虽然是个零后,但是也已经出道演戏了。 九十后的小八真的已经老了。 陈飞宇和欧阳娜娜合作过一部电影,感觉外形上还蛮配的。 最重要的是,陈飞宇还壮眼无意凡。 显然是陈红的基因帮了大忙啊,但小八没想到陈飞宇以前也是个小胖子,果然每个胖子都是贤力骨呀。 比起陈飞宇遗传了陈红的好基因,他的哥哥陈宇昂就比较悲催了,长相神似爸爸陈凯歌,两人的颜值差距可想而知。 甚至有网友说,难怪陈凯歌陈红两夫妻只带陈飞宇出席公开活动,陈宇昂的颜值实在带不出门。 不过据说陈宇昂现在在外国留学,所以我们才比较少看到关于他的消息。 当年张婷和林瑞阳结婚后生下一子一女,本以为一个是台湾第一小生,一个是台湾第一美女。 孩子的颜值一定不会差,不过没想到张婷的大女儿的颜值却让人大跌眼镜。 张婷儿子和女儿的合照,对比惨烈。 张婷儿子从当年肉肉的小芒娃变成一个小正态。 张婷的女儿却依旧一言难尽,这俩大门牙跟她爸爸一模一样阿伟。 人与公主钟立体有过三段婚姻,也是三个女儿的妈妈。 她的大女儿是和外籍丈夫所生,二女儿和小女儿则是和第二任丈夫颜征所生。 其中最有名的是她的小女儿考拉,考拉因为外形软萌,长得像个洋娃娃,在参加真人秀之后受到很多人的喜爱。 但同时很多网友也注意到,和考拉同父同母的姐姐Jaden,似乎就没有那么出众了。 单眼皮,小眼睛,肤色也不够白皙的姐姐在考拉旁边的确黯然失色不少。 不过小巴觉得,小小年纪的姐姐其实还蛮有气质的,整个人散发着自信的气场,属于耐看的类型。 说不定夹一个长相密集的童星就是她呢。